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3年7月13日的上午 4点13分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7GBT 和 我们Crypto的一些结合 我今天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插件 然后等会会 慢慢跟你分享 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许后面的话 也能找到一些财富密码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打开的是GBT4 如果你没有GBT4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可以怎么样去升级成GPT4 然后GPT4里面有一个插件嘛 大家有个插件商城,大家都知道啊 然后我今天发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Crypto插件啊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比特别标志的 如果你要去用的话,你就是搜索CryptoMarketNews 加密 市场新闻 把这个打上勾 当然勾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提问 因为如果你直接使用这个平台去看信息的话 你没办法做到一些 就是一些总结吧 就是有了GBT4以后呢,就相当于他可以帮你写一套 代码,或者写一个这种爬虫软件 帮你去排一些有 价值的一些东西啊 因为如果平台上面只能看一些新闻 你没 也不能看到一些这种指标吧 那怎么样 假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新闻性的指标 假如说 我希望搜索啊 现在 比特币 在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些点击量 新闻相关的点击量 或者是我们 就是 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些最热的一些 新闻 或者是很多人在看一些新闻 那平台本身的话 他其实 很难去帮你做些总结吧 或者是 某些关键词 你需要自己去写一些爬虫软件 对吧 你才能去 把它就是慢慢 归纳起来 但是有GBT4以后呢 就可以 他帮你去 写一些爬虫软件 就写一些脚本 这样的话就 更容易让你去获得一些 更高效的一些信息吧 就是无形中 帮你做了一些总结归纳 把你他把它当成一个秘书 或者是带有开发能力的一个秘书 助理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就是简单来来处理一下 那我就 让他 帮我 帮我 找一下 最近 加密 找一下今天 加密 货币中 最 热 的 新闻 就这么 一个关键词吧 看他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参数啊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已经给到我们了 通过这个数据 他其实是帮我们写来 一个一个脚本啊 通过他这个 呃 这里面 但这边他是隐藏了啊 那你可以看到他帮我啊总结了这么几条啊 啊 第一条就是 上的 点 xyz 啊 呃 好像 二十一 两亿美金还两千万 两千万啊 a16z啊应该是获得这些融资啊 然后 第二个也是一个投资相关的啊 第三个是stack nack 然后通过这条新闻然后点进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项目啊 就是得到一些融资 那么也许是有一些空投的一些预期吧 如果这个项目如果没有发币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做一些交互 那么后面也许就会有一些空投的预期 这也是我们找到一个 呃相对比较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财富密码了 如果发币的话 那你如果第一时间能得到这个消息的话 那也许你去信心买入的话就会有一波比较不错涨幅 让我可以看一下第2条啊 信息 应该也是一个投资相关的吧 这个项目融了500万美金啊 是由啊 这两个投资方领头的 这是一个什么项目的其实我们也并不特别了解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项目的些情况 这里好像没有搜索出来啊 有了 这是个音乐平台 是吧外部上的音乐平台 看他有没有发币吧 上 我记得是应该发币了吧 啊 这个项目是没有的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思路吧 通过这种 AI 去LGBT啊 然后来找一些发现一些财富密码吧 那这个应该也没有发币的啊 我们简单的翻译看一下吧 脸上出售公司上来你确认 新的优质NFT平台 这项目是比较老的啊 他们这个项目是不是叫A9啊 不是A9 然后这个平台的话 也获得了一些融资啊 7月12号最新的消息 那这种项目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布局 你自己搜一下吧 在谷歌搜索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如果前面如果带广告的话大家是要小心一点 如果没有广告的话 那就相对比较靠谱一点 推特我这个账号没有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项目的官方网站啊 然后确认一下这个Logo是不是对的 是对的 他应该也是一个portfolio 是一个交易所吧 有点像CoinMarketCap 一样的这种 看盘工具啊 市场分析平台 不用管他了啊 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通过这种东西可以 找到最新的一些东西啊 OK 那今天视频我们就到这边了 后面如果有 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插件 然后我自己去使用觉得比较好的话 也可以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后面 AI跟Crypto的结合 我想办法就是 研究的更深入一点吧 然后如果有一些小的成果的话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做AI相关的一些加密博主了 就是 但不是我们我这个频道上面啊 我自己在做些尝试 我也在尝试 在别的国家 然后做一些布局吧 我自己最近研究 比较多的是非洲跟印度 这两个市场 地区或者国家 他人口也比较多 然后呢 他现在的文化水平 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高吧 所以说还是有很大的那个 布局或者是 以后开拓市场的一个机会的啊 然后我在油管频道啊 或者在各个流量平台上面看到啊 这两个区域的那个流量也是非常大 钱力也是非常大 那今天视频我们就到这边了 后面如果有 有意思的东西和大家 一直分享 然后 如果后面 也有一些财富 机会 或财富密码的话 我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那就那就这样 拜拜